巴拉圭是台湾地区在南美的唯一所谓友邦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 即将出任巴拉圭外交部长的莱斯卡诺 在专访中表示 巴拉圭新政府对无条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外交关系持开放态度 但他同时又宣称将与台当局所谓保持关系不变 今年4月 巴拉圭执政党红党候选人圣地亚哥培尼亚赢得大选 新一届政府将在8月15号就职 上周 培尼亚确认 现年57岁的经济学家兼前外交部长莱斯卡诺 将成为第二位内阁成员 担任新政府的外交部长 报道称 近日 莱斯卡诺在受访时被问及 巴拉圭应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怎样的关系时表示 巴拉圭愿意就无条件地建立外交 领事和商业关系 与中方进行对话 但他同时又宣称 将与台当局所谓保持关系不变 莱斯卡诺指出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 也是拉美地区重要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 南方共同市场农产品原料的主要输出地 巴拉圭希望在这种关系中取得飞跃 巴方希望扩大和多样化市场 以便其产品有适当的目的地 与中方的对话将是建立平衡关系的第一步 有巴拉圭舆论指出 巴拉圭是一个粮食生产国 却没有像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也就是中国出售粮食 这相当于在阳台上看别人搞派对 对于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遭遇的所谓断交潮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下面就这个话题 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嘉宾时事评论员张华 张先生 即将出任巴拉圭外交部长的莱斯卡诺 在采访当中表示 巴拉圭新政府对无条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持开放态度 但是他同时又宣称将与台当局保持所谓关系 对此 您有何解读 首先我们看到国际社会的一中框架是越来越稳固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也想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当中 第二个层面 我们看到这一次巴拉圭外交的这样一个表态 实际上是基于巴拉圭本国的这样一个国家利益 做出了这样一个说辞 我们知道巴拉圭对于想跟我们中国大陆 急切地建立这样一个经贸商业文化的关系是非常的迫切 而且我们知道巴拉圭本国也曾经有学者做过统计说 没有跟中国大陆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 使得巴拉圭本国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增速是受到极大的影响 而且我们知道在巴拉圭国内对于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也有广泛的民意基础 不论是在商界 在政界 还是在巴拉圭的民间 都有强烈这样一个共识和基础 因此现在巴拉圭这一个新任的或者一个后任的这样一个外交部长 他的一个发言是基于巴拉圭本国的这样一个国家利益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说明 第三个层面我们也看到的是 这一次巴拉圭外长的一个说辞 说想跟无条件的跟我们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 同时还要保持跟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关系不发生变化 那对于这样一个说辞呢 就目前看来他想达成这样一个目的是比较难的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国际社会是承认一中的 也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不可能说你一方面在某些层面承认台湾 另一个层面又想跟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在历史上也没有的 我相信我们也不会说为了跟巴拉圭建立外交关系 而破这样一个例 所以巴拉圭要想跟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还是需要他在我国的台湾问题上 做出清晰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表态 就是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只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表态之后 才有可能在中国跟巴拉圭的这样一个关系上 取得重大的突破 好的 感谢张先生 好 我们下期再见